其實我平常就是差努力 對 就是保養胸部的話大概就是這個程序 然後可能像我聽朋友說就是可以去做SPA 你的胸部會更堅挺一點 然後我有就是試我覺得可以推薦給大家 吃的話比較沒有再注重 因為感覺好像吃多少胸部應該不會長大吧 其實我個性還滿就是喜歡很多不同樣式的 所以如果最愛的話當然是紅色雷絲囉 男朋友挑內衣也太尷尬了吧 可能要四十歲之後 一起去挑女兒的內衣那一類的吧 有很多女星啊她有爆料說 如果她們要露出這些服飾或者是實驗線的話 如果說她們吃太飽 可能會用那個類似修篩的東西嗎 這樣線跟實驗線 這姐有沒有類似這樣的經驗 我沒有欸 因為感覺好像都一樣 就如果要特效就是可以用特效做出來 一般的話如果平面那種還滿難的 現場的話比如說修篩也會用到那個 修容會修容會 還有麻將線其實也可以用來活的 可是你不會覺得就是修 就是畫那個用修容畫 就很像可能全民最大黨內衣 然後就畫出父親來 這樣應該還滿好笑的吧 怕會傳綁起來 對對對 就這樣切切絲絲 欸你看我這邊要畫父親也太糗了吧 會欸 就盡量做仰臥起座啊 對 還有穿到好的內衣啊 對啦跟舒豪 其實還好啦 他也滿可愛的 就是他私底下啊 就比如說我那天生理期來嘛 就說欸斯品你要不要喝紅糖啊 會舒服一點啊 我想說他平常對我都沒那麼好啊 今天對我那麼好幹嘛 就還滿可愛的啦 當然如果是男朋友 會比西東的男演員還提起座吧 對 還好我覺得一般男生就是買紅豆湯啊 或是喝巧克力給女生吧 大概就這樣子 盡量多吃清淡一點 因為我最近常開戲嘛 所以還比較沒有時間去上健身房 所以都會自己在家裡做仰臥起座 或是踢臥啊 或是踢臥啊 讓自己的線條更明顯一點 可能一組三十下 然後做個大概三四組吧 這樣子 或者在家跳正多焰啊 哈哈哈哈 就自己在邊看然後邊跳正多焰這樣子 我其實倒沒有很 就是很刻意的去保養胸部 那我是從小媽媽都會給我吃一些補品啊 或什麼 對那就是 其實就很簡單 就是喜歡找我一些努力 然後做一些小小的按摩 我是才先參加報名台灣的那個比賽 是賽區的比賽 然後得到前三名才是參加大陸的比賽 我這次去 因為我是昨天才回來 那我二十三號阿德國去 那我這次去的時間 其實也跟大陸那邊 不只大陸的陸模 或者是外國模特區大陸的 都其實我們做了非常多的交流 因為是不同的文化的模特兒 都是有不一樣的演繹跟不一樣的想法 所以也學習到了很多 其實是我在北京的時候的一些那個 北京車展的試鏡 對 那你覺得你跟大陸的模特兒 互相可以長處跟互相可以寫些 我覺得大陸的模特兒其實他 你平常走在路上他們其實 就是有一個很有氣勢的感覺 他們其實這樣 你要不要輸了 台灣最好阿 台灣模特兒就是超有氣勢 那我剛有聊到 像有些女性她現在會爆料說 要露出心肌或是失業線 她可能用畫的比較增加視覺效率 有沒有曾經嘗試 或是想為了這個上台上的問題 其實我沒有嘗試過 因為其實我平常是還蠻保守的 所以不會如果沒有到有必要 我是就是會抱得緊緊的 這也還好 因為我真的沒有畫過 然後平常就只是多做運動 注重運動健康保養的 謝謝